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的哲學新曲 我們大概是想說,因為最近哲學新曲有很多後場 所以我們早就這樣,想不到還是很多人 然後後來知道說,原來很多人是來看好歌的 那我現在介紹一下張志豪 張志豪呢,他是在98年的時候在台大 98年是2009年,在台大陣營所畢業 誒,沒有那麼晚,2008啦 2008啊,在他陣營所畢業 後來他考上了政大的亞太所 所以他現在是政大的亞太所的國師生 然後同時他之前是台大做最新一種社長的 然後同時他在2008年畢業草莓運動 他是深度的參與者 那深度參與者是他比較喜歡我們的名字的 所以他一個總聽人的名字 那之後呢,他現在在博士班的時間呢 其實他,我們在網路上相當論壇 有時候也可以看到他的做 他做的一些評分,尤其是關於基隆的人 因為他是基隆的人 那在這段時間,因為上次相當論壇 他也出了一個新書發表會的時候 他的那個記者照片是照到他的 遮住了蔡英文的臉 所以大家知道他很重要 那接下來呢,他除了是做一個寫作者 或文化、政治文化的評論者 他其實同時也是在很多的社運場合裡面 我們都可以看到他 但尤其是最近發生的關於基隆 港西23號倉庫 然後佔地好像9點4公斤那個地方 對台灣來說是一個非常壯的文化集 在今年的2月9號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 他在臉書發布了一個消息 就是一定要去搶救 因為本來預計是隔天早上 就要把基隆的港西23號倉庫拆除 所以他就發動了一些人去 所以在網路上我們還可以看到 一個張志豪的照片 然後把那個戶條拉開 然後那樣照片 所以其實也是因為他們這次活動的參與 活動的介入 然後使得這個拆遷的過程呢 往後延 那接下來就是在 現在也因為很多媒體的報導 而且關於這個馬頭倉庫 其實也關係到很多人共同的 長輩的文化記憶 以及台灣的文化記憶 所以呢 這也後來龍應台 以及基隆港部局 也花了一些時間在會函 所以這個過程就是暫緩拆遷 那現在的情況下其實實際上還未明 因為他們希望說 把這個港西23號倉庫 變成是一個古蹟 古蹟 可是因為他的時間差不多到80年左右 在之前的時候 其實沒有通過文化局的任地 所以現在還在努力花點時間 再去思考他的未來 這樣應該怎麼做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台灣大學的外語系的教授 一個西班牙人的教授 他也在報紙上也投書 曾經說明了說 他可能在找到 他在基隆的可比島附近 有一些八十幾件的文化和原住民的服務 那根據這個原住民的服務 其實他想要捐給基隆市政府 可是基隆市政府卻沒有缺乏任何一個 基隆市在地的歷史服務 所以我們可能都有一個大歷史的概念 可是我們很少有一個在地跟生活緊接的歷史服務 所以當然這個港級的二三號倉庫 除了他的問題除了是拆遷 包括都更 都更的過程可能把我們的文化記憶都都更掉了 他也在這個發展主義裡面 他面臨的拆遷的命運 所以我們今天很高興 請到張智豪來問我們分享 我從來沒有介紹一個人介紹這麼久 所以我們熱烈掌聲歡迎他 來請坐 因為時間還沒有讀到你 他除了能寫 他其實也能做 最近他做了一個茶包 還要講這個東西 講解行為不要這樣 那不是傷害行為 那可能是公益行為 對啊 叫茶夢 所以先跟大家講一下 來 OK好 大家好 我 其實我今天 絕對不是最有資格講這個題目 不是在這裡跟大家介紹這個事情 論凸工我不夠了解 論歷史我也不夠了解 論工程我也不夠了解 論其實很多東西 我都不敢說 在這個方面有任何的軟禁 但是 今天這個運動 或者說今天我們這個事情發生 二三號碼頭被 就是面臨要被拆除的這些事情 我自己本身是 確實是很有 感到 特別的 特殊的感受 那我要這個特殊的感受 可能要必須先介紹我自己個人的生命故事 當然很無聊 但是請你們就是 就是耐心聽一下 這個個人生命故事其實也沒有很複雜 我就跟這一位 剛剛前面這位的朋友一樣 就是 我也是外省本省的這個 聯姻之下的產物 那我的爺爺奶奶是從 我的爺爺是河南人 然後我的奶奶是北京人 我爺爺跟著國民黨的軍 他好像就是念中學的時候 然後 那種老師把全班的人 一起加入去重軍 那一起去重軍 就這樣跑 大家南北、全中國到處跑 到了北京之後 我爺爺就已經很受不了 打仗這個事情了 而且 反正他也不是那種會打的人 你看到我的身材 就知道 我們家的那些基因這樣下來 並不是 很能 所以我爺爺很大 所以我爺爺是裡面做那種 那種 然後類似 補給之類的那種 他就靠這個補給了 他就在北京 反正就爬到了一個小姐 然後就想說 我乾脆就留在這裡好了 因為站著可能 我就是很逃平 就不要再跟他們 繼續搞 但是沒想到 共產黨那個時候已經打到北京城外 那其實我奶奶他們家裡的人 都很期待共產黨的來臨 因為他們窮嘛 所以說共產黨就答應 要怎麼樣 大家就很興奮 可是這裡有一個國民黨軍官的不行 所以他本來逃兵 又變成說 要逃回去部隊裡頭 所以他這時候就用了一個化名 進到了這個部隊 然後當然部隊長官也很好 就願意帶著他跑 後來他們最後就是 反正就是 最後就輾轉了兩個夫妻 就逃到了台灣來 可是到了台灣之後 也當然就是從基隆這邊上來 這很重要 那當然來了台灣之後 他就 反正他們後來就 算是說 原本可以保護你的這個部隊 我已經帶你到了一個安全的地方 我從此也不用對你負責 可以走了 就滾了 一到台灣馬上就退伍 所以說 這些跟老兵有相關的福利 他也都沒有想到 所以他後來就在嘉義擺地毯 活了下來這樣子 那這是我父親家族那邊的故事 那我母親家族那邊的故事 就是他們是基隆人 他們從雙溪那邊到了 在上上 大家不知道哪一帶的時候 從雙溪到了基隆去 然後我外公就是 我外公跟他們上面還有幾代 阿祖啊什麼 他們都是做漢醫 所以一直在基隆的 基隆 就是基隆 算是廟所 最熱鬧的地方 那個地方開了一個廟房 然後有一個診所 那當然 所以對我來說 從小的 我對世界的理解 我的家族生命的那個交會 就是從這個地方開始 就是從基隆這個地方開始 那我的文章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所以說 我現在當做你們沒看 所以我這樣子我就可以 讓就是 沾一點時間去 就是說 基隆港在 我們現在講這個港溪 因為基隆港 你等一下 這個圖很好 有這個圖就很非常好 你可以看 這個地方 是西邊 這邊是港溪 上面這裡 這是海嘛 這就是基隆港嘛 這個內港 那這裡是港溪 這裡是港東 那港東在日本時代 跟這個國民黨 剛才台灣那個時代 是不存在 或是不存在 說他們沒有碼頭 港東只是普通的 就是普通的岸礁啊 然後 到了這邊還有一個海灘 叫大廈 大廈 大廈 後來這個大廈 被國民黨拿去 整弄掉 變成一個 那個 碼頭 貨櫃碼頭 非常可惜 因為大廈大概是 其實台北可以最快到達 除了百砂灣以外 最快到達的沙灘 非常好的 anyway 然後 所以這是東岸 那這邊就是西岸 那西岸就是最早開發的 所謂金融港建港 連續在五年之內 住在日本人 在五年之內 住了巴士的 擴建這個城市 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這一帶 一直剛過去 這都是港溪 那港溪從 有C 2 3 一直到30 是非常非常多 然後 後來當然就一路 猜猜猜猜猜猜 變成2 跟3 然後 好 下一張好了 看看有沒有 啊 好 這是我的文章的開頭 這個地方是美國的 Ellis Island 後來有一天有記者問我說 那你有沒有去過Ellis Island No 我沒有去過Ellis Island 怎麼樣 不行嗎 沒去過不能寫嗎 這裡就是Ellis Island 這個 這是他的博物館 所以說如果你要 這次你就一定要看教父 看教父他就會看 我覺得教父他 我去為了寫那篇文章 我看了好幾個 我看了好幾個紀錄片都很難看 非常無聊 但是還是教父比較好看 那就是這個他們就在講 那個時候大概19世紀 18世紀末到19世紀 出入這段時間 很多很多的歐洲人 尤其是東歐南歐的 現在平常的人 他們就從這地方上岸 進去美國 這大概現在 你們後來有人查說 什麼三分之一的 還是什麼 五分之一的美國人 都可以查這裡 看到他所限 他到美國土地上面的那個 路徑紀錄 那剛剛有人說 那我們這邊有沒有 沒有 我們沒有 我也不知道 這種東西幾乎要怎麼查 因為我們現在連這種博物館 連這種相關的資料保存都沒有 我不相信有 但是關生最近在日本上 有日文好像有 關生他們認為應該是有 對啊 那是很好 但是 我相信 最早我們在紀錄這邊 絕對沒有東西 我們紀錄這邊就是 能燒的就燒 能丟的就丟 能讓他發美的就發美 等一下我也講 基隆士文化的那種 所以 就是台灣投的文化的保存 如何的被 被漠視 可能可以 anyway 這是AZLIN 下一張 好 這就是AZLIN 下一張 好 再上一張 好 所以Immigration Museum 它就是這個 它後來就做了成移民博物館 然後它是屬於美國的 這個 Department of Interior 是美國的內政部 美國聯邦政府的內政部在管 這個 這個 它不是 它可不是紐約州的州政府 紐約州的市政府在管 它沒有那麼低的整體 它是美國聯邦 OK OK National Park Service Statute 這個就是National Amendment 就是在那邊 就有一個 自由名稱在這邊 好 anyway 所以這就是 他們就把它做成一個名字 它保持全部的原貌 所謂保持全部的原貌 其實是 沒什麼 就是說 有修建 有根據他們這種 保存的工法 去把它修建的 漂漂亮亮的 然後 當然 因為它畢竟還是個博物館 比較無聊一點 對 這 對我 像是我對西二心態的想像 就不只是 不只是一個博物館 我覺得它可以更多 然後 我們再下一張來看一看 這個 這個也是 這個就是我們的港西 以前 這個應該是日本時代 然後 傳在這邊 然後我們的港西 這個馬的這邊 這一張照片 這個圖是由我們基隆一位 民間文史達人 這個 我一位好朋友 他的 他的那個收藏 我們把它放開出來 然後下一張 這些 這個卸 這個就是來了 什麼 不再代表歡迎反共 這個是123自由日的時候 那個 195幾年 是幾年 123自由日哪一年 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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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195 20 Ч 195 20 20 今天 熱 因為我們唱不太好了 所以說這上面 後來這上面都不見了 不知道跑哪去 所以這上面就是這上面這一層的樓層 被拆掉了 好 很奇怪 好 我們再看下一場 又死了 這個也是 這個人應該是 一個是 右邊是孫文 然後左邊是民族英雄世界為人 左邊是自由的燈塔 左邊是自由的燈塔 右邊是那個 先總理 就是我最愛幹女人的那個人 他說我一生只在聊的是 一個是革命 一個是女人 就他 那這個人就是 德華流BZ 好 所以說這個 他傳統的機器好像上來了 然後你們就一直看到了 好 等一下 你們看這個 這是什麼 這裡就海了 這裡就海了 這個船把它推開 這個已經是海了 然後這就是鐵尾 這個叫做領港線 這是幫他們運貨的 當時東西 貨物卸下來就直接用這個領港線 用一個弄火混在下 我不知道那個車有多大 那種車 跟台天一樣 跟台天一樣 跟台天一樣的規格 對 所以那個可以直接送到 可以直接走 對 這個就可以直接送到新竹序了 對不對 可以 現在的領港是差不多 剩一條 對 都拆也差不多 好 我們再下一張 好 這個又回到日本時代 這個就是 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這是 你可以看得到很多 無微無微的船 這樣子 然後 好 下一張 這是以前基隆火車站 叫做基隆翼 它 號稱全台灣最美的火車站 那 現在 現在China了 現在已經China了 被拆掉了 China 就是拆這個 被拆掉了 然後 再看下一張 實際上基隆火車站旁邊 就有這個 洪志文老師也寫這個 就是台灣第一個 無縫接軌的這個 跟港 海霧 跟鐵路的無縫接軌 就是這個 就用這一條 我這些圖幾乎大部分 都偷洪志文老師的 來的 所以就是 你們要照的顆粒 那千萬不要說是我的 就幫我問那個 好 Anyway 那你就看到 日本資料也有 我們還有公共汽車 然後基隆翼 這邊也是很漂亮 後來他們就在這邊 蓋了一個 化硫病的那個 在這邊蓋了一個 很像 那 Anyway 這個就是 基隆火車站 非常的美麗 然後 我們中間這條 後來被拆掉 好 下一張 那這個是 彎生回日本的 一個圖 就是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港系 二三阿婆的 這個 從這個地方上去 這個就是 敗貨前返 那 根據我的阿公阿嬤 跟我 是根據我阿嬤跟我的 計較的回憶 就是說 因為他 我阿嬤在戰前 就住在日本 sorry 我阿嬤在戰前 就住在基隆 然後中間有一段時間 跟我阿公一起去日本 念書 我說這是我的外公 外婆 然後 那他們在戰前 反正就是戰前的時候 就是太平洋戰爭的死 的中間 回來基隆 回來基隆 因為 老人家怕那個戰爭 會不會危險 他們就不讓他們繼續念書 那他回來以後 就 反正 所以就看到了這些 拜 因為戰敗 而必須要回去的日本 那 基本上就跟我們 一般所知道的描述一樣 就是說 一 就是 兩腳會胸嘛 一腳也是兩腳嘛 就只有 只有 只能帶很少量的東西 那所以說 他們就 在基隆沿著 我們的田寮河 一二路沿田寮河那一整代 一直到港口那邊 就很多很多人在那邊拜 白湯 麥桶 因為他東西帶不走 他必須要把這些東西賣掉 那這些潛伴的日人 當然 有人問我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那他們說的是日元還是 台幣 我不是很確定 也許是美軍 美金耶 很有可能會什麼 因為 在1947 1945年的那個 戰敗之後 其實來台灣受降的 蔣介石代表是 成了美軍的床 從上海 搭到基隆這邊 來 來準備做我們 受降的 醫師 所以說 他們在 所以說 其實是 那基隆其實當時 也算是 在台灣 日本人的居住比例 相當高的一個城市 可能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最高 但是非常高 基隆有一整條街 但是 名字不叫這是日本街 但是那整條街都是日本的 所謂日本的就是說 當然全台灣都是日本的 我的意思是說 這條街 這條街 都是日本人開的商店 賣日本人用的東西 就好像今天你去舊金山看China Town 或是你到 紐約到任何地方去看China Town 或是Korea Town 或是Korea Town 其實我最後一整條街 真的是這個Town 就是China Town 這是日本街 所有的東西全部都是日本的 所有的生意人物都是日本的 店也是日本人所擁有的 那條街叫一二路 現在叫一二路 以前就是 小上海酒家 就是一個很繁榮的地方 然後當日本戰敗的時候 那整條街就 這日本人就必須要把自己的店 都交給自己店裡的心 就是台灣小孩子好用 又老實 又肯做 就暫時交給他 然後說話 那現在戰敗不知道怎麼辦 過兩年 我再回來 我先幫我先告一下 我去上廁所 先幫我顧個店 所以你顧就顧了很久 顧到了一九七幾年的時候 以後 才逐漸 有些人可以透過工作的那個 假意識 但工作的那個名義 來往台路之間 所以anyway 那一二路就從此就 一二路其實並沒有因為日本人離開了沒落 因為逃戰美國人也來了 後來 所以 吉隆又因為美國人而活 我們下一張 這就是我們的C23號 你看這是海 黑雷這是海 這是W2 W2就是2號 W3就是3號 這裡是火車站 這一頂就是火車站 這裡還是黃志文老師的照片 下一張 好 好我們再去 其實我這有點斷 我大概今天應該要講兩個主題 一個主題是文化的保存的重要 第二個主題是美感的重要 對 我覺得 國民黨在台灣 然後228獨哨什麼那些東西 就是我們先撇開不談 我覺得這個政權是一個嚴重缺乏美感的政權 這是1908年蓋的車站 拆掉以後1967年 蓋成這樣 然後2010年他們要拉皮 幹成這樣 所以 從原本一個類似 很醜陋現在主義的作品 變成了一個更醜陋的鐵皮作品 然後本來 本來還是個東西 你知道 到了這裡已經不是個東西了 那下一個都更案 那是 現在C2要拆掉以後 他們要做的 要 C2要拆掉就是要把火車站要重新蓋 又要蓋一個新的 你大概就可以想像 它 你們如果看到那種 一些科幻片裡面的那種 未來式的那種建築 它們大概就會蓋什麼樣子 就是 很流行的外型 然後 對啊 然後有一個很巨大的LV 寫在那個旁邊 因為你知道 遊客從 中國或是從香港或是日本 如果你來到基隆 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在基隆買一個LE包包 他們最 剛剛來基隆第一件事 他唯一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基隆買LE包包 還有買一個 那個 Tiffany的那個鑽鑽 因為 台北沒有這種東西 高雄沒有這種東西 台中沒有這種東西 台灣其他地方都沒有LE包包 也沒有買歐公司 只有基隆有 我們一定要把它蓋個起來 這樣聽不懂嗎 了解 我再講一個 我再正面表述一次 沒關係 我先不要表述他 下一張 這個好像就是普悠瑪 這個不是普悠瑪 這個是什麼 泰魯格 泰魯格 那是普悠瑪 下一張是普悠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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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普悠瑪 我記得這是普悠瑪 那是普悠瑪 那是普悠瑪 公主電車也有8塊 對啊 那是普悠瑪 有鐵道的專家 我就不怕了 好 所以這是2號 這是3號 這是基隆最熱道的介口 然後它離我們的市區 有多麼的近 你看 然後因為這個 旁邊的這個兩條 就可以 這可以再回到上一張嗎 這個地方目前為 現在C2的狀況 它現在C2使用是 是拿來當作一個 那個旅客碼頭 它停靠幾種船 一個是去馬祖的船 叫泰瑪 另外一個功能是去福建 的一個 我也忘了叫什麼名字的船 所以只要去福建 要去馬祖都可以在這邊搭船 就是從這個地方搭船 所以這個地方是可以出境的 還有一個小檢疫的海關 然後你就可以從這邊直接出境 樓上 樓下可以出境 樓下現在就是 有一部分租出去給一些廠商 使用對方的東西 到後面那一串端就沒有幾分 有 然後再下一張 再下 沒有了嗎 用完了 再下 再下 這是從海的另外一邊看 後面有個好萊塢 但是 你知道嗎 就是我當你們的 當我們的資產 你們說 我們一定要國際化的時候 這就是他們的國際化 所以這樣 好 我們下一個再再來 這三個裡面 如果對工程有專業的人 就會知道它很重要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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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錨釘啊什麼 一些高級的技術 好 我覺得應該要張祖琳好好講這個事情 好 剛剛 其實都沒有信任我講 我等一下還是一樣 會不會沒有信任我 但是我還是要沒有信任我好好講這個事情 我們的 我們的國家 或者是 其實現在我們所遇到的 這個所謂的文字的浩劫 包括黃潔老師說 基隆是一個 文化 文字堡有張的那個重災區 那個重災區就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 真的是 我們也看著它毀滅 然後很多人什麼都沒有辦法做 而且它毀滅了底蝶的地方 都還要更演奏更厲害 因為它就是被這樣子 它就是被這樣子認識 你看這旁邊的垃圾 就是 一些垃圾 你知道這張照片 如果我沒記錯這張照片 是在工藝台那天來 港七碼頭的時候拍的 因為我們平常已經沒有辦法 再進到三號的碼頭 留下的藏庫了 那工藝台一來 我們這些人 跟著一起進去 就跟著一起拍到 所以我們又再看到了港三 西三號 樓下長這樣 那西三號 現在樓下這邊已經很多東西 你看這也是一條 一個牆壁 一個 組合木 被拆開這樣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東西很醜 我說 就是使用這個倉庫的人 他們原本 這些那群人 他們覺得這個東西很醜 所以他們就用其他的狀況 把它蓋起來 所以像是做天花板一樣 你就把東西 用其他新的樓 建物把它蓋起來 把它擋住 你就看不到這些東西 然後就是 現在你看到地上 就是這個東西 當他們要拆這個 你想要把現在的倉庫拆掉的時候 他們第一件事先拆三號的內部 內部他先拆 所以你就看到他先把這些東西拿出來 結果拆掉以後 你才發現 如果你 稍微還有一點美感 你會發現 你拆掉以後才看到 真正漂亮的東西 是在裡面 而被你那些醜陋東西打不住 好 然後再 再想 這是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西山 這是二號 這是三號 這中間是個步道 有坐過飛機嗎 有 搭飛機的時候 在飛機那個走 那個那種 常常會走一些圍國那種步道 這個中間就像是那個步道一樣 他常常拿 你可以拉一個你的那個行李這樣走 只是裡面沒有電體 裡面沒有那個 那個電動的那個 就是沒有 因為他們覺得 阿兵哥身體很好 不用這樣子 因為要去馬祖高地的阿兵哥 你要在這邊打窗 雖然那邊有一個軍港 但是那邊好像是可以海軍的 那陸軍好像準備上 好 下一張 好 這個已經不是基隆了 這是泰南 我要從這隊外來開始講 沒有 其實我剛在今天一直會在講 這是泰南的某一個老建物 我不知道名字叫什麼 如果有人認真的知道 談到那個老皇子在做什麼 應該就會清楚他 你以為是個咖啡地方 下一張 好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很gay pile的東西 接下來一大隊就是很gay pile的東西 我要開始認真來講 所以 我要講我們剛是123的這整件事情的來龍訓話 我就說我們當那個搶救的事情 這個事情是這樣 大概在去年的10月 10月9月的時候 應該是從去年6月開始 我受人失脫開始書寫記錄 這個受人失脫很簡單 就是我本來在臉書上都會很喜歡發牢騷 亂寫也對我為我 然後寫一道類就是 臭感染條的東西 那有的時候 我為了要臭感染條的東西 我必須要把它講清楚 我才能夠臭感染條它 所以就變成是 我常常必須要說 試著去解釋一些東西 然後我再去罵它 因為你知道 如果你還不知道它是什麼 就沒辦法 沒辦法好好好 純粹這樣子 讓想想論壇的主編 看到我的文章 然後他覺得說 欸你其實可以 他鼓勵我多寫 還希望我可以多寫 他就把那個印纖帳畫去掉 然後就是 其實也許偶爾可以拿來用 那他這樣子鼓勵我 所以我就開始去投稿到他那邊去 他們就是主動來邀稿 他們當然是希望多一點稿子 那後來他也知道說 我住在基隆 而且我上故事都會寫一些 在基隆的生活的種種 然後他就說 欸我覺得 你要不要做一個專欄啊 你就叫他叫基隆什麼什麼好 然後我就選 我就 我在大意那一刻 我就覺得我本來 我就跟他說 其實我不敢 我不敢隨便書寫這種地方文實 因為我覺得這種地方文實 其實是 沒有兩把刷子 我真的是很容易會把自己陷入一個很慘的狀況 因為總是會有理我更懂的人跟你說 啊你這個東西更複雜 你不要講 講得不夠深 但是 自從我開始寫那個專欄之後 我卻又覺得我對這個 我對基隆這兩個字 我也必須要負起我該負的責任 那如果他已經是一個全 全國已經 好幾年 燦戀好幾年的最不快樂城市的冠軍 然後事業率最高的城市的冠軍 就是他 就是 最 我們 我們 就是 一直跟雲林在 正第一名 那所以說 我覺得 我對他有責任 我必須要 爬壞的寫他 我一定要 我至少要透過的書寫 讓 讓 讓我們基隆人的 那個羞恥感 稍微 稍微降低一點 因為基隆人的羞恥感很重 因為基隆人是隱身在台北人裡面 因為你們都不會知道我們是基隆人 為什麼 因為其實 平常生活人都看得到我們 只是到晚上9點4點左右以後 我們就不會站 但是通常這個時間 除非你真的是 夜夜卡一半 你在那裡 很不容易發現這件事情 那我不會講我們是基隆人 因為我們很羞恥於承認我們是基隆人 因為 因為 因為台北人也覺得我們是南部來的 欸 那個有一次我一個人就這樣說 欸 張志浩你從 你從 你今天要從基隆上來 我說 沒有 我今天要從基隆上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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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但是 你知道 就是很正常 他覺得就是 那是 那 所以說 anyway 那我覺得 我當然希望能夠透過的出現 能夠造成一樣的效果 那 所以我開始 我才開始去關心 關注這個 我們的地方的一些議題 要看以往老實說 我自己的地方感 我也不是很準確的 因為太無聊了 大部分的時候 那時候都是什麼市長到什麼某某國小 然後發什麼獎學金什麼親喊什麼慰問那種 好無聊的東西 是很無聊的小事對我來說我覺得好無聊 某個地方有個路過了一個洞 然後還什麼什麼緊急去救護什麼的 無聊的死 但是後來我開始寫這個Round 看逼迫我自己去認真 有沒有逼迫我自己 我自己也覺得我該認真地去看待這件事情 我就認真了 所以說我差不多在去年十月的時候 我就發現到有港西二三碼頭要被拆掉這件事情 那我那時候其實完全沒有realize到我自己的生命史 我自己的家族史其實跟他有關 我根本沒想到這件事 我那時候只是想說 有一個重要的 而且就在活著在旁邊一個很大的一個面積的一個地方 他即將要面臨被毒分然後要被拆掉 可是長期跑這些台北這些運動的我 也知道有關於多根與受害這個運動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你要有受害者 有受害者大家就會來跟你增加 就會有人很激動 你知道我記得我在大埔 我有一次是在我們家砍到前面拿布條 然後被拉到前面被車上 有一個女的超激動 她一直在車上一直跟警察打架 然後還拿那個消防器 打破玻璃的丟出去 把那個警備車上 後來他們就起訴她 不知道現在那個官司解決了 而且那女生其實是個念藝術 她是個可愛的雄女生 但那一刻她非常的激動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張藥師死了 所以 這個 有一個劇情的受害者的這種 案例的這種運動 會讓人激起無比的正義感 因為你覺得 你可以感同身受那個 因為她真的 她們真的她們家就陷入困境 然後她們 你知道這是一個很trudging的事情 我去大埔好幾次 有天晚上還在那邊保護 就是什麼 以為明天要拆 結果我們在那邊等很久 後來沒有拆 睡在馬路上 但是 但是那是一般我們所謂這種 租跟拆除的這種運動的一個 那個 模式 就是 文林苑也有 王家 大埔也有 這些事情 可是我們基隆這個都個案 有 其實有四戶 還是九戶 但很早就 就是 透過 給錢就擺平了 也沒有人 要 調到主宰 沒有人要 沒有人要去完 大家都很平靜的 接受了這個事情 因為才四戶 而且這四戶 她們都有一些 就是 協調都協調好了 所以當這些出的牽走之後 唉 這裡沒有人住啊 所以 這個 這個 都更案 這個拆除裡面 沒有受害者 沒有人 的生活 居住權 因此而受夥奪 沒有人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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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 基本質疑 那你到底要 我們要怎麼樣 我當時就在想 我要怎麼面對這件事情 我要怎麼面對這個 港西二三 馬主要被拆除這件事情 我覺得它重要嗎 我應該 我應該 支持這個都更案嗎 我應該 我是不是應該要看到 這個都更兩個字 我就要 其實我不是這種基本的交易派 我還好 每個都更案 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的脈絡 所以我就特別去看上自己的特殊的脈絡 彩色照片就 嗯 不太行 而且我覺得 可能跟這藍白有關 跟藍色跟白色配起來 就是醜 就是你醜 但是 這個我可能要糾正一下 那個希臘也是藍白放的 我有說希臘好大啊 好啦 還有那個 那個學校 那個學校是藍白的 好啦 Anyway 我的意思是說 藍色跟白色放在那個建築上就是醜 好不好 這樣 那這個外型其實 不是原本就是這樣 不是原本那個配色 就是配那樣 他們大概就是在 就是在2008年 2008年之後 我就換名字 那外面的顏色也變得很多 那外觀它原本有 上面有一個什麼 很多人那一層 那一層也不見了 當然我們也不知道 我目前不知道什麼時候拆掉 只是說 它經過很多的變革之後 它現在長的樣子 其實 不是很好看 那 然後我就去 試著去 還原這個 這個 到底這個碼頭 跟我有什麼關係 因為其實這個碼頭 後來跟我們的基隆人 已經沒有什麼關聯 因為基隆港 沒落很久了 基隆港 沒落至少30年了 那港東的碼頭也蓋起來了 我們的貨櫃碼頭 在港東 全部都在碼頭 你如果看到 你如果是有任何到高雄 或是到任何這種大型的鋼火 你可以看到那 有些長的像長頸路的東西 那種鋼鐵很高 那個東西 那東西掉貨櫃用的 基隆現在這些長頸路 沒有一直在動 有啦 有啦 偶爾 因為現在都是一些 比較有的 單價比較高的小東西 才會從基隆這邊上來 所以大量的人 沒有 不存在 以前基隆很多人是靠著這個港口 包括甚至是靠這個走私在火的 連這個現在都沒有 連走私都沒有人 連走私客都不想來了 這些騙子也不想來了 這些小偷也不想來了 當騙子小偷走私客都沒有來的時候 你真的知道你這個地方的經濟是爛 為什麼 因為基隆港以前是靠這個港 在走 在政治上 當港沒落之後 這個城市沒有找到一個新的地位 所以這個城市就失去了那個洞 那個推進它的洞 那也因此 這個重要的港西碼頭的這個地方 它也就跟著一起 被這個城市遺忘 因為我們跟它 我們不需要再出入它 我們不會再透過它去賺錢 我們根本不會去 而且這個地方還被港務局管制 他說是因為 旁邊是去港的 我們不知道 各式各樣這種法規 來把它管制起來 所以一般人是 我們平常根本進都進不去 也沒有辦法透過那裡看到海 我們看不到 沒有辦法透過那裡看到海 所以它就這樣子讓我們 基隆人跟大海隔開 所以你以為基隆是海港城市嗎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怎樣 因為台灣全台灣 那麼多的縣市都靠海 那也許基隆跟海洋這個 因為港座的關係 跟海洋這個 收視也許有點接近 但我告訴你 其實基隆人 大概是全台灣最不清海的 一群人 基隆人大部分都住在山藏 因為基隆品地 附地不多 所以大部分人都住在山藏 那我們的海 其實又受到了足多的管制 所以其實我們基隆人 看到海的機率不多 就是那次醜小孩來的時候 你看得到 就是前面那一塊 跟那個地方 好險 現在小孩走了 那我就不用跟你們講 你們知道吧 在那邊很危險 如果去看小孩的時候 看得很危險 因為那個地方會掉下去 因為那個木板很危險 因為在脫空檢標 好anyway 對 那是題外話 我講的是說 所以我才會再透過很多的努力 去建立起我跟這個 這個碼頭倉庫的關係 那我就去想說 你知道嗎 這個碼頭倉庫的價值 完全不是在它的physical上面 不是它的硬體 它硬體一定有它的工程的價值 沒有錯 但其實這個碼頭 真正的重要的意義是來自於 是要透過論述去達成 它是軟體的東西 它是人的記憶 它是我們家族史 它是我們各式各樣的 這種人的生活 以及人的印象 以及人的感官 所交織起來 所建立 所產生的意義 它就好像Alice Island一樣 Alice Island有一些physical的東西 你知道 有一些這種 就是它有那個建築 它有那個什麼東西 但是當 我的那位朋友 他到Alice Island去 去找那個 他的那個 祖先的那一個 進來的那一筆 入境的資料的時候 當然照他看到 以為這個入境資料是很重要的 但是真正讓他心裡 感覺很澎湃的 並不是這周遭的一切 而是他透過這周遭的一切 心裡所看到的那個場景 那個他們當初要去追求 美國夢的那個場景 那個他們當初決定 要在這裡開啟一個新生活的場景 那一件事情 那一個imagination 那才是 這個地方真正重要的意義 那至於我自己來說 我也想說 OK 我順便 就是 我的爺爺他們當初這樣逃難 對他們來講 每個地方都不是很重要 任何地方都沒有 然後 沒有一個地方有什麼影響 我就算真的去問他 他也不會 他也沒有影響 他也不會知道 他對這些 他一點感覺都沒有 為什麼 逃難啊 誰管這個東西是什麼 饅頭大還是小啊 這個是辣還是甜的 不管有東西吃就好 現在是生存 對內代的人 外省人族群來說 他們在到台灣以前 這一切都是為了生存 survival 我不要 我要躲過戰亂 我要能夠活下去的重要 可是當他到了台灣之後 他要開始生活了 因為他的生存問題解決了 他暫時不用去處理我 我馬上會死掉這件事情 所以我要開始養妻 生子 我要開始 我要開始 享受我的生活 我要開始 當然就是享受生活自己的後來 但是至少他的生活 是從那一刻開始的 所以說對我這種 後代後裔 那時候發現我什麼第二代 然後我爸很珍惜 我覺得莫不奇妙 他覺得 但是他這樣被講的老話 不是 有什麼關係 我說 那媒體的 這是他們要求 那個我進入第三代 這個第三代 還是只是一半 而且還是復習 這就是復選 然後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對我來說 我要追溯這個自己家庭 跟台灣之間的關聯的時候 我的起點 絕對不是在河南偉川啊 或者是在上海啊 或是什麼地方 對我來說那些都沒有意義 不是說 他對我的意義極小 因為在那裡的我的爺爺 也不是一個完整的人 因為只有他要到基隆港那一刻 我的爺爺 他才是一個 開始 擁有一個 Life的人 在那之前 他擁有一個 survival 在他之後 他擁有一個Life 所以我就覺得說 OK 我找到了一個 我跟港西碼頭的切入點 至少以我一半的家族的會議 看到他 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很快的 因為只有一半說了 快去找我的外婆 我是要把另外一半補起來 那個台灣人眼中的港西碼頭 那這個台灣人眼中的港西碼頭 是跟Western這個方案是很不一樣的 那另外一半是什麼 就是台灣跟日本的 最關鍵的交流點 這裡就是最後一刻 離開台灣去日本的人 看到最後一個地方 也是回來台灣第一個 第一個腳踏上的地方 所以 當農業台灣大江大海這個書 在寫這些外城的軍民 然後他們在吉隆港啊 什麼地方啊等等等等啊 然後等等檢疫啊 什麼東西啊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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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一塊的意思 但是如果你再去看 同一名的歸入 你再去看死民的口述史 你再去看這些當時 日本時代 從台灣到日本去 從日本到台灣來 台日之間的 這一個過程的時候 有的人會寫到 有的人沒有寫到 但是 事實發生的地點 都在吉隆港 好 死民後來 好 東窗事發 必須要逃到日本去 也是在吉隆港 大香蕉場 逃到日本去 這我歷史上其實 先我跟我說 所以說 我就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 就是說它的 它的意義不是來自於它的 硬體 所以工程的技術 OK很好 我們要講 工程技術 但是 也是因為這樣 我們這些都根專家 我們這些 文資審議委員 最後才會做出一個決議說 OK 我們決定要留下 那個 港七三號 那個碼頭裡面的 五條鋼樑 裡面那個鋼樑具有 專珍貴的那個工程價值 那我當然 我文章裡面不是寫吧 就是好像 你把一隻 你把一隻寶玉動物殺掉 然後就把它的骨頭 我們說我們要把它殺掉 這樣子我們才能拿到它的骨頭 我們才能放到國務館裡面整場 大概以後才可以看 看它的骨頭 而不是想辦法把它 讓它活下來 然後讓它有創作 衝在更多的生命 你看不到它的未來 你覺得它只有那五條鋼樑 可是 我們不是要五條鋼樑 我們是要五顆鑽石啊 因為上帝不會給我試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要五條鋼樑 我要的是十字五條鋼樑 我們要的是 這個空間 所給予我們 跟我們自己生命所建立起來的關聯 那這個關聯 不是只是留下這個空間而已 而是我們要不斷 當然我們要去拯救它 我們要去修護它 而且要給它一個新的意義 就像這個 是假扮的東西啊 就像這些假扮的東西啊 這些假扮的東西 你覺得這樣證明成很好看嗎 沒有 他們會來把它做 因為它不會這樣 這種老方式修護一個很關鍵的東西 就是燈光 燈光照得漂亮 怎麼能夠漂亮 就像這樣一樣 這個東西如果是在 如果假設這個方式在 裡面是在燒煤油燈的話 沒關係 但是現在這樣就是 你看好漂亮 好 下一張也是 也是一個假扮的東西 你看又來啊 好假扮啊 再也正下來講 欸好假扮啊 又了 你看好 我為什麼要講這些假扮的事情 就是回到我們基隆如何的 如何的破敗 我曾經跟我的表哥 吵這個事情 我說 那個 成品都搬離基隆 連成品都不要基隆 你看我們基隆連成品都沒有 然後他說那有什麼好 那有什麼好 那有什麼關係 反正成品你不要那麼假扮 我說是啊 沒錯啊 台北很多地方的假扮 台南很多地方的假扮 就是這種假扮問幾句的地方 好 但是你知道嗎 人家至少還有得假扮 我們連假扮都沒有得假扮 我們連假扮都沒有得假扮 你懂我意思嗎 當一個地方文明要發展到一定的程度 才會有假扮的人生出來 才會有假扮的那個俊落會出現 還可以養活自己 讓這個店可以繼續營運下去 因為有一群假扮的人一直讓他活下去 我們連假扮都不存在 我們連假扮都不存在 其實我們沒有不存在 其實我們 我就說我們這些基隆人 其實是隱身在你台北人裡面 所以台灣有很多這些假扮的店 其實都是由假扮的基隆人去 只是因為我們這些假扮的基隆孩子 假扮的基隆藝術家 假扮的基隆文人 假扮的基隆創意人 假扮的基隆知識份子 他在基隆他沒有地方可以去啊 因為你知道 假扮很重要的一個東西是閃眼 懂我意思嗎 你在家裡穿一條那麼緊的褲子幹嘛 你穿那麼緊的褲子 一定是要出去 人家看得到啊 要把你穿那個 在自己 哪幾個人 幾個文青 會在家裡把自己褲子穿那麼緊 上廁所都不方便 所以 他需要展演 需要展演就需要聚落 需要聚落 所以你看台南就成功做出這樣的聚落 台北成功做出這樣的聚落 那這些東西沒有什麼不好啊 因為他就是象徵了我們經濟的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以骨如玄 演化的下一個階段 那個以外下一個階段就是 我們不再有大量的碼頭工人 擁有高度的勞動型的工作 因為我們不再擁有大量的貨櫃的存量 就算是台北港取代了基隆港 現在台北港和巴黎 巴黎那個大部分就是要取代 就是本來的分野就是要取代了基隆港 但是 縱使 縱使台北港取代了基隆港 其實台灣整體的貨櫃量 台灣整體的那個進出口是在下降的 那為什麼台灣進出口是在下降的 因為 今天很簡單 進出口或是貨櫃或是港口的發展 取決一個關鍵 就是它本身 這個行業本身是物流業 你知道嗎 它是物流業 要有物它才能留 如果你沒有物 那就沒有東西可以留 如果我們台灣沒有在製造任何東西 我們沒有要出口任何東西 那負責運送這個貨物的人 他自然就沒有工作 那我們現在就是處在這樣的狀況 為什麼 因為東西都什麼都可以做 那這是一個事實 我們必須要去面對它 我們現在經濟既然要轉型 假設ECFA的用意 馬英九的ECFA用意 是要讓台灣是研發中心在台灣 然後製造中心在中國 可以 這也是一條路 OK 那既然這樣的話 這些製造中心 所跟製造中心有相關的這種產業 包括港口 包括碼頭 包括貨運 它就勢必的會萎縮 因為你現在已經是研發中心了 那些研發中心又不用送貨 又沒有貨可以出去 可是我們的整個國家的思維 尤其是港務公司 港務公司也好 市政府也好 他們的思維都還停留在一個 另外一個世界 他們還停留在30年前的榮耀 因為基隆以前很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港務很棒 然後那個港務是要怎麼樣很棒呢 我們就要蓋這個 港務大人要蓋得很大很新 然後這樣子的話就會有很多中國的客 會不會從這個地方來 來這邊買LV 然後我們呢 我們就是用很大的碼頭 像貨櫃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留很多的附地給他放貨櫃 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道路 我們多蓋幾條路 這裡也開一條 那裡也開一條 基隆接下來還有很多個 這種公共的建設案會出現 他們要從南龍路蓋一條 蓋一條公路 蓋到深浩坑 他們要好幾條 半幾八糟的路 這些路以後都會變成分子公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基隆沒有那麼多人 而且沒有人要來基隆 那我並沒有為此感到沮喪或悲哀 我覺得不來基隆是很好 你們不要來 你們偶爾來這樣就好 不要一直來 不要常常來 因為這個地方 本來就沒有辦法存在這麼多人 我們的土地被使用太過度的使用 我們需要需要珍惜 其實小小的這樣也不是壞事 但是他們仍然相信那個大開發 大建設 人口大量集中 這樣我們就這個經濟成長 GDP就 就 633 這樣 就是大開發 還相信這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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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大家知道基隆在 不是基隆 就是整個東北角 大概就以基隆為利 兩三年前有一個 高速公路上面的大走山 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影響 就是一條高速公路有沒有 然後他旁邊那座山整個 啪啪整個掉下來 整座山 啪啪掉下來 把那整個高速公路 然後就好險 那一段路 很少人走 只有兩三台車被掩埋 然後最後我覺得在前面 就是有一台車有緊急煞車停下來 就是乘美豐的車 那個大走山有沒有 當然工程工法 這個我不敢說 我不敢說 不是很懂 但是基隆這幾年 這個事情一直發生 上一次颱風是 有一顆大石從 我們的正壁漁港那邊掉下來 然後 其實基隆已經掉了五顆 上門說給我 是 今年絕對不給我 今年給我五年應該是 上帝過去這幾年給基隆已經掉過五了 那這我一直在想 當然我不是很知道 我不是很確定這兩個的因果關係 但是我覺得可能有一個東西有效果 那就要回到應該是 民果82年還是86年 還是87年左右 那時候有一個什麼 山坡地土地開發條例然後就 然後在那之前呢 我們來自基隆的神怡元劉文雄 還有很多的縣市長 還有基隆的市長 自己都一直在講說 因為我們今天要成為台北的一個重要的腹地 我們要成為一個大台北的一個裡面的一環 所以我們要 存在很多台北的遊客 存在台北很多的居住的民眾 因為基隆他們就會住在這裡 然後就會消費 然後這邊的經濟就會變好 為了這樣子 讓基隆本來腹地很少 平地腹地很少 他們改變了這個 山坡地開發 讓基隆開始蓋到山上去 一直蓋一直蓋一直蓋 基隆所有的山上充滿了這種巨型的社區 動輒幾萬戶 沒有到幾萬戶 幾千戶 動輒幾千戶 這種社區一直蓋 那後來我們的空汙率超過35% 現在空汙率超過35% 但是這些放置就蓋了 蓋到連基隆的雨都變少了 你知道嗎 基隆以前雨很多的 後來現在雨變比較少了 因為山坡的那個被破壞之後 連雲霧那個巨型的效果都變差了 所以就變得比較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米沒有那麼多 我覺得 我當然不知道這兩者有沒有直接相關 我說大肆掉下來 跟這些山坡地的建築啦 但是我覺得有 而且我覺得大量的人口居住在這裡 它其實並沒有帶來這個地方的經濟跟繁榮 其實只是更多的人必須要通勤 要轉好幾次車到台北去上班 然後從台北賺男人錢 再回來家裡 買個托馬 買個床墊 買一個車要女子 是這樣子而已 我們沒有有效的來投資它 我們沒有有效的使用它 那所以說 這是當然 我不需要 我也不應該把它講得這麼的沮喪 那我再回來我們的運動 因為我到現在還是跟它交調不運動 所以說 好 我講到這個 寫那個東西 我發現這個 我們要給予它一個意義 結果那文章出來之後 我開始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開始有人很高度的 把我們的這個 吸二吸三這個事情 跟外神組織綁在一起 其實 我當初只是想說 我拋磚引玉嘛 就是吸二吸三它沒有意義 我就給予它一種意義 那我希望我更多種的意義 透過這個拋磚引玉能夠丟出來 結果 當然有 黃志文老師他們就有 但是 我覺得還不夠 因為大部分的卻都一直 又要回到那種 外神族群跟 這個吸二吸三這個 人之間的那種關係 所以有 一二三自由日這個也挖出來 然後 大城島的那個 大城義包這個沒有關係 沒有錯 這些事實也都是真的有 都有 而且都在這邊 而且假設這個東西真的這麼重要 你覺得 就是文化部也好 文化局也好 如果覺得這個事情很重要 那我沒關係 順水退之後 你要透過這樣子 來保存它 那是好事 我也不會贊成 但是不管怎麼樣 它都只是由於形式 由於講述而已 一直到二月一號 二月幾號 二月某一天 二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張破碎的理 聯合報 突然放了一個偷辦的頭 在那個禮拜天 他放了一個偷辦的頭 說吸二吸三要插人 我本來 聯合報每一次 報這種東西幹什麼 但他把 報得很大 這個事情到目前為止 我都還覺得很奇怪 我不是為什麼 聯合報幹這個詞 而且寫那個報導的人 也不是基隆地方記者 是聯合報自己的 就是很高級的人 奇怪心的那種記者 我覺得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這些 原本想要關心他 但是又不知道如何關心他的人 就覺得說完蛋 你看聯合報現在對我們校正 我們關心他就是 我們基隆這些溫室人士 就是說想說 糟糕 你看人家聯合報 不是基隆的人 都把這個事情做出 都幫我們講得那麼大聲 那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要 坐下來看看 我們該做些什麼 因為你這樣擠兌我們的感覺 那 那我就 我就 我那天還在宜蘭 我就被 我就被召喚 放回來之後 大家休息一下 來開個會 看看我們該做什麼 結果到了 應該是 都忘記自己 不管 就是 結果我們要 我們只是要開會討論 聯合報這個頭條 結果 有人繞到了 G23碼頭去看到那個 台灣說 明天要拆除的公告 然後帶了那個照片 來給我們大家看 結果我們才知道 明天要拆除 糟糕 那怎麼辦 我們原本只要討論 現在我們不能討論 我們應該要趕緊做點什麼 所以我們就突然 臨時決定說 好 那我們現在乾脆就 明天早上去那邊 開個記者會 然後希望能夠 讓這個拆除的工程 能夠至少佔款 至少我們大聲警告一下 如果他真的拆完 大家可以安心下床 我們好歹 我們不是沒有打嗎 這樣 至少 因為我們其實之前 大家都沒有認真 Follow 他之前的幾次的那個 也不是說公聽會 但他的照片過程 他的公告 他的黑箱審查 我們都沒有 我們都沒有參與到 所以說 我們在這個方面 是有一點 有一點不好意思 但是 我覺得這樣 後知後覺 總比不知不覺好 就是既然 人還沒死 那就 我們去喊個刀下留人 試看看 反正刀還沒下 頭還沒落 我們總可以試一試 縱使你的程序 行政程序跑完了 那行政程序 行政程序 加一句話 還是行政程序 都可以停 所以說 我們就想試看看 所以隔天就去 隔天去了 就變成是 欸 下一張 再下一張 Gay Biden 跳過去 這個是1945年的結論卡 再下一張 又Gay Biden 再下一張 我不要Gay Biden 再下一張 OK 這就是那一天 好 謝謝 那一天就是下大雨 然後我們就在這邊 這個就是西漢中間 然後 那我們就到那邊去開記者會 那我們就聽到 那個裡面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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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那個聲音還在那邊 然後原本我們只是 原本還有一個藝術家 謝玉雅 那你唱歌跳舞這樣 結果沒想到那一天都都都都大家都跑到前面去看 怎麼啦 怎麼啦 是不是剛才現在在拆啊 下一張 然後就常常在這邊找人拆 然後這些人就是港戶警察局的 因為過了剛剛那個鐵門之後就算是港戶局的管 所以這些是港戶警察 下一張 然後我們就我們就跑上去 就跑到管制區裡面去 然後再下一張 這些就是很沒有經驗的港戶警察 因為他們其實不是很基礎的 他們不知道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那我那天我那天一直覺得說 他們應該要去重鎮醫院 每個人都在什麼訓練 第一天來上班啊 再去重鎮醫院一下 你不知道現在該幹嘛嗎 他們真的是這樣 他不是暗裝嗎 蛤 什麼安裝 不是在幫你們嗎 沒有 當然不是安裝 他們純粹就是沒有受過凱盜的這個專業事件 因為他們是港戶警察 港戶警察不會在凱盜啊 沒有在中間這種 他們應該要多有一點這種人派的警察 所以我們就在上面 然後就我們那個 我們就我們就 昨天前一天 浴座的鋪條拿出來這樣子 結果好死不死 因為就所有這好多地方政治人物都買了 看下一張的政治人物 沒有 再來一張 沒有 這個是從港西西二看出去的樣子 這是我們平常是看不到的 因為他這個要是把資訊被卡住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那種長頸錄 現在就是放在那邊 頭就朝上因為他們在抖 其實我覺得很漂亮嘛 如果你們 如果你們也這樣同意的話 蠻漂亮的 這可惜我們看不到 因為他把它擋住了 好再下一張 好這是西二的下面 還在下一張 好了沒關係 那上回來了回來了 OK好 然後呢那天後來就是 我們的基隆市的那個 市議會的議長就來 那議長他就是那個 那個帶小鴨來的那個人 叫黃錦泰 那黃錦泰其實是山東人 就是他家裡的山東人 然後這個是透過的文章 所揭發的 揭發之後就是 他原本從來都不談論11省級 所以我們揭發之後他開始 然後龍一塔又來 他很高興的 跟龍一塔講 啊 你看S部長 我家裡是山東人 你這講話怎麼很決定 都是連記者啊 其實我也不知道 山東人講話會不會卷擇 我們確定 Anyway 所以說那那但是 但是黃錦泰那天來 然後看到我們把那個 場面弄的就是 拉那個算是說緊張 拉得很高深的時候 他就突然開始跟我們講說 他剛剛打電話給港務局 他剛剛給港務局 一下一下公司了 他打電話給港務公司 已經叫他們暫時停工 然後我們隔兩天 我們會開一個協調會議 讓民間團體 市政府 文化局 跟港務公司 三方做解票 這樣子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你們就這樣子 就不要亂了這樣 他剛剛打電話給港務局 請他們暫時停工 然後做這個事情 你知道那什麼意思嗎 就是說那個電話 一直都在手機裡面 他想打的話 隨時都可以打 在今天 如果你沒有一群人 跑到那邊去 然後把事情搞得很大 然後有人爬到上面去 有人爬到那邊去 然後跟這些警察弄的話 他自動電話是不會打的 所以這個小小的事情 告訴我們說 反抗是有效的 衝撞 有時候也是有效的 至少這一次有一點效果 我們衝出了一個小小的協調會 也許他只是要還 還兵還兩天 但是沒有關係 還兩天也是還 就是不是現在把它殺了 那我們就只能 我們能做多少做多少 多還一天是一天 我們就拖到了第二天的協調會 協調會 協調會 突然 在禮拜二的時候說 明天要來開新調會 所以後來 我們也準備好了 鋪條 來給榮英台 我們就說 部長加油 加油 來準備玫瑰花送榮英台 這個當然 這個我當然做不來 但是我們裡面有一些 比較和氣的那個 我們地方設照的 大科大體 他們就做這個事情 這個時候當然希望說 農部長你既然 真的 你既然覺得這個事情重要 假設你覺得這個事情重要 那你就要來好好的 由中央部會的高度 來介入這個事情 不要再讓這個地方政府來搞 因為這個地方 政府的文化群 就是非常非常爛 所以今天我們 既然文化的保存條件這麼的差 所以中央既然 今天成立了文化部 文化部就應該拿出破例來 好好把這個做 所以這個時候 幹嘛跟他對立 當然就是加油啊 那榮英台也是很厲害 他來了當然就 算是 還 還 特別帶一份小 小 小 延伸閱讀給現場所有的人 包括其實 就是 就是 榮英台在告訴你 7273的歷史意義很重要 他那一份裡面寫了很多 然後 其實都是大江大海裡面寫出來的 他那就是 然後 但是 你知道 當然部長還打輸這樣 不太對 監察宴應該來寫 那個 調查一下 那anyway 當然就是說 那 因為這樣 結果榮英台最後給我們做出了 兩點 兩點 他的指示 這個大概就是說 他說 C3 因為 C3跟C2 必須要被分開來看 因為C3是一個案子 C2是另外一個案子 C2是跟火車站的更新 綁在一起 C2這個案子現在是 因為基隆市政府要招標 三次流標 失敗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要投資基隆 他看不出來這個東西 在這邊蓋這些東西 有什麼的 獲利的意義 所以說 就有內政部營建署 把他這個案子拿去 現在有內政部營建署在管這個照標 2號的圖格案 那3號這個圖格案 只有交通部 跟港務公司這個地方在弄 所以說 港務公司這邊 就是3號他們已經 他們已經都發包了 然後已經第一期的款項已出去了 所以他們就覺得 這個東西真的是 擋都擋不了 因為我們行政程序都跑完了 真的什麼東西都沒辦法這樣子 那龍藝台就順著那個話 就講說 3號好像有點複雜 我們在研究 很久了 不過這個地方的歷史 這樣一直很重要 所以2號我們應該要做點 我們要認真 來研究他的歷史意義 我們文化部帶250萬來 送給你地方文化局 你們來好好研究 好好做一個好好的研究 我們來把這個2號的這個意義 給來研究出來 然後 他那天大致上就這樣 這樣好不好 那事後 我們就後來還有一個協調會 那我就請 我就 反正到在我發言的時候 我就拿了一張我們的那個 指定古蹟的申請標 直接去給議長 說那個議長請你領先 據名領先我們 帶領我們大家 一起跟市政府施壓 也是這樣 反正那天就是高貌策略了 每一個人都給他戴一個高貌 那他也簽了 所以就算是說 我們至少行政上面 我們已經有 至少行政策異常做好了 但農業台的這個東西 造成 我覺得有一個盲點 就是說他 其實中央是可以更有 更有辦法 更有行政權力去處理這個事情 但他今天真正做的事情 就是拿來250萬個地方的文化去 請他去研究 我覺得這樣子是非常的 其實是推卸責任 所以他就是假裝自己好像很在意 但其實太一點不在意 這樣子就連帶讓我去懷疑 他對大江大海這本書 真誠的 雖然我沒買 我在書店裡面買一半而已 這個 請人家跟我說浪費錢 我就 沒有什麼錢不能浪費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的運動後來走到現在 走到 但是因為那一篇協調會之後 當然大家都同意說 OK 我們會在審議 我們至少暫時不會拆 那我們會開啟文資審查 這文資審查這個東西 就是已經有點技術面了 我們就不多講 簡單說就是他暫時不會拆 這個我們知道 但是他因為沒有法令在保護他 所以其實現在港溪碼頭 其實現在 right now 其實是個天使良機的時刻 他隨時都可以天使良機 隨時都可以 只要在還沒有一個正式的 一個程序來保護他以前 所以當然我們現在這個運動的走向 接下來下一步當然是希望說 能夠至少給予他一個法律上面的保護 不論是開啟文資審查或是由文化部給出一筆錢 來給你修善 只要修善的預算一動用 那個地方就是被死為準 所以現在目前 運動的方向是希望往這個方向走 但是那是遊說的方面 那實際上我覺得我參與這個事情到現在 我覺得我所希望達成的事情 其實是一個更有野心的東西 那這個事情就是希望 我就必須要遣求在場的各位 跟我一起來完成它 不是叫一個人把他丟下去 然後大家接觸他 然後我說 我說接下來我要做的事情 我希望我們在基隆掀起一張文化運動 什麼叫基隆掀起一張文化運動 就是說 我希望基隆出現一個 讓Gay Biden可以活出來的地方 要讓一群 要讓一小群Gay Biden可以活下來 其實要很大的力氣 要很多的努力 我們才能夠讓Gay Biden也能活 因為Gay Biden是不佩服在這個世界上 但當這個世界這麼好 到連Gay Biden都還會活得那麼快樂的時候 你看我們為他做出了多麼大的空間 那我現在 接下來要努力的就是 我要把這個空間給他做出來 我要讓 我要讓所有的人都可以 在其中可以快樂的人 這個太抽象了 怎麼再談 可以講一次 就是呢 我們要把 這個羞恥感 透過我們的書寫 透過我們的 講座 透過我們的討論 一點一點的 洗去 洗掉 我們希望讓基隆成為一個 真正文化的地方 從保存C2、C3開始 C2、C3這個地方 它可以是一個文創園區 文創園區 文創兩個字就已經很Gay Biden了 文創園區這四個字叫做更Gay Biden 它沒有關係 我們就讓它Gay Biden 我希望有一個很Gay Biden的地方 它也許可以是 C2、C3也許可以是我們的舊魚會大樓 我們現在基隆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文字的古蹟 現在都在 要不然就是沒有被跌為歷史建築 要不然就是 歷史建築的那個身份可能正要被弄掉 如果你們不清楚歷史建築跟古蹟的話 很簡單 古蹟就是動都不能動 而且很難改 歷史建築就是 就是丟一個香蕉給你吃 就是說 OK 什麼東西 我們說它是歷史建築 這樣你應該沒事了吧 你應該不能吵了吧 你覺得它很有價值 我就說OK 它是歷史建築 可是歷史建築是可以被更改的 只要叫做歷史建築的建物 都是有可能會被裁掉 只要被叫做古蹟的東西 就不會 就比較不會 不是不會 比較不會 那所以我們現在基隆 還有很多地方 連歷史古蹟都沒有 連歷史建築的身份都不具有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全面的搶救他們 甚至努力的要全面的搶救他們 那不是只是搶救 因為搶救這些古蹟本身很無聊 搶救古蹟運動是很無聊的事情 因為它很多的技術層面 就是法律的東西 它不有趣 但是什麼有趣呢 像哲武眾那裡就有趣 像是我們有一個地方可以好好的玩樂 有一些地方可以好好的討論 有一些地方可以好好的創作 有一些地方可以好好的欣賞 那些東西才會有趣 所以這樣講一個就是菜抽象 簡單講 我希望接下來的日子 我們會 要在西二西三碼頭 幹很多活動 因為這些港湖通司的人 或這些老人 他們不知道這個地方到底有什麼價值 對他們來說 這個地方就只不過是堆放一些貨物的地方 他們不知道它的人文價值 也不知道它歷史價值 我也不期待他們會懂 他們永遠都不會懂 但是我期待什麼 我期待我們這些懂的人 去把它的價值 透過我們的實踐去把它做出來 包括我們在這邊辦活動 我們在這邊辦展覽 或者是我們在 甚至也不是只是在這裡而已 而是在金融的各個地方 我們辦很多這樣子文化的活動 然後我們讓這個城市出現一個 他們從來沒看過的東西 我是說這些老人 這些愚蠢的 港湖公司的人 因為金融的停滯很久 大家都很悶 我們都希望金融可以發展 可以改變 可以更好 只是他們的解決方案 跟我的解決方案不一樣 那我覺得他們的解決方案 早就被證明是失敗的 接下來也只會繼續失敗 接下來只會有更多的大石頭掉下來 接下來只會有更多的年輕人 必須要離開街頭 討生活 接下來只會有更多的 這樣子的古蹟被拆掉 這個就是 照他們現在的走向 就會繼續往下 就是一直繼續這樣下去 那我覺得我們要帶給他的另外一條路 是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也可以賺錢 這個東西也可以 因為你們不知道 這個世界上面 就很羈敗的人 他們很喜歡花錢 在這種東西上 一個很普通的東西 加了一個很gapide的設計之後 30塊變3000塊 他們不知道這個東西 那種把它做出來看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金融真的房具很便宜 如果你是個品種的藝術家 這個品種的創作者 那你的創作如果並不被你的地形 地理空間所限 那你為什麼要一直坐在板橋 不知道 你一直坐在台北東區的原因 是在哪裡 那麼貴 只是因為你們這群gapide的朋友 大家都可以有 常常可以聚會嘛 好嘛 如果大家通通都來金融裡面 不是還是就可以聚會了嗎 而且這裡又便宜 而且這裡 如果我們又有這樣子的空間給你 我們又有這樣子的空間 可以讓願意創作的人 可以讓願意討論的人 願意展覽的人 有一個發揮的地方 那當然是可以 時間要還給大家 所以我大概講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想要從事運動 就是這個舞華運動 這個舞華運動 需要大量的書寫 需要大量的創作 需要大量的創意 需要大量的年輕的活力 來投入 所以如果你們有 如果你們有興趣 如果你們覺得 把一個破壞的 沒有 就是文化快要被 文字快要被破壞殆盡的 一個地方 把一個快要死掉 快要剩下咬口氣的人 你來做一點 為他做點CPR 讓他活下來 而且最後可以活出 一個美麗的生命的話 如果你覺得這個東西不錯 如果 如果你覺得這個東西不錯 你可以從這裡走到 忠孝東路上面去 那家 那裡有一家 吉野家 前面有個站牌 那個站牌 搭上那台車以後 在30分鐘之後 你就會到吉隆 吉隆就是離你這麼近 不知道 希望大家可以 來吉隆公園 加入我們 我們的行李 一起為這個文化運動 處理點力 好 我講完了 好 好 好 講者啊 講 超過 一個多小時 對 對不起啊 一般來說我們差不多 八點四十 應該就開放討論了 那今天 太九點半了 可是 只好講得非常簡單 因為他的 口才非常好 大家有個站 然後 我想說 我們在剩下 數分鐘的時間 我們再開放幾個問題 或 在這三個問題 先三個問題 這三個問題 大家可以 對他提問 也可以做 comment 還有你這些經驗的分享 這三個 那我也想說 特別請 管老師 跟我們講 講個三分鐘 然後 讓我們知道 也分享一下他的 他的想法 那接下來再開放 給大家提問 有三個問題 請 一位 還有 兩位 鐵刀針釀 還有那一位 女士 好 那我們先請 管老師 當然是 當然是啊 不好意思 延長一點 我就先分享一下 剛剛也好講 這是真的新一代的觀點 我簡單講一下 我是有看到基隆繁榮的那一面 為什麼那個年代繁榮 基隆從前是一個上武的城市 你要知道 就講說所有在台北打架的 通通都是基隆來的學生 各位可以看我 那有一本上網檢索 開南高公 跟海磚怎麼打的 你就看看 那個整個從基隆 那個火車是這樣一路打過來 但是回頭講 因為基隆真的是一個 你要知道 日本人當初佔領台灣 進入台灣 他就是從基隆開始上來的 後來所有日本的 所有的軍隊 要調動 要什麼 通通都是要從基隆進來 那後來日本人走了以後 國民政府來 還是從基隆進來 大批的軍隊這樣進來 然後 那其實你一直不斷的撤退 你知道就講什麼 越南的富國島 還有這個什麼 什麼大城一包 太野什麼東西 因為一批一批的軍隊這樣子 那個一上來就是幾萬 一上來就是幾萬 這樣子 一直不斷的這樣進來 那當然後來到了越戰的時候 你知道就是要封鎖中國 所以那個美軍的來 那個美軍的來 那個量之大 所以剛才 我跟嚴豪的看法可能比較不一樣 就是講說 我不認為基隆是靠貨 他是靠遠 那個其實是大量的軍 而且是大量的軍人 那個就是整個來 但是 一旦冷戰 一旦冷戰結束了 越戰結束了以後 這個整個那個 這個城市 其實他就沒落 你可能不知道 就是講說台灣最早的高速公路 其實不是 不是台北到高雄這一段 其實是台北到基隆 是台北到基隆這一段 那個年代就已經是高速公路了 那 這個 那 我在分 我這個時間 姿好 姿好 來來來 姿好 那 我分享 再分享一件小事 我媽媽跟我講的事情 我媽說 日據時代 他們被 被輸開到 就是 丟炸彈 丟在台北市 被輸開到 到那個 基隆去 他到了基隆以後 他就發現 日本人沒有那麼偉大 因為小的時候看日本人功課 有什麼都好 就像我們今天的 就像我們小的時候 台灣人看外死人 那個感覺一樣 覺得他們好像是 真的 每個看著都好像每個人都像 那一聲吻一樣 可是問題是 結果到了基隆以後 他到了基隆以後 天天下雨什麼東西 他突然發現 日本人根本沒有怎樣 結果 一落散也就死了 然後一下子 那個 一感冒也就死了 他突然發現說奇怪 日本人怎麼死了 那個他同學一下 全部都就通通死光了 因為他們日本人在 日本人在台北的時候 家裡對我用人 對我什麼 然後喝的都是自來水 都是什麼 那一旦到基隆 結果全部都死光了 我媽就突然發現 其實我們台灣人 其實沒有那麼差 另外一個就是 我舅舅講的 那個就是 就是那個 戰爭結束 其實跟那個 剛才那個志豪講的 舅舅講說 其實那個中間是隔了一年 其實是隔了一年以後 才被遣送回日本去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那麼多 先把軍隊撤走 然後最後才撤老百姓 當他們 日本人就把東西都賣給台灣人 可是台灣人也沒有錢付給他 可是日本也帶不走 那就沒辦法 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有一天突然聽到 講說那個船要走 那一天台北市很多的人 就是火車都擠不上 他們是走路走到基隆去 為什麼 他們一定要把錢還給日本人 因為當時 台灣人心裡有知道一件事情 日本人去了以後 可能就再也不回來 如果不回來 就是我那個錢 如果沒有辦法還給他 我這輩子 再也沒有機會還給他了 那我們就欠他們 欠那個東西欠一輩子 如果是這樣的話 真的下輩子也要還 你知道當時台灣人的那個 就是那個 我常常講 就是講說 最近我媽跟我講一件事情 就講說 不管台灣 將來不管是叫什麼 台灣共和國 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叫中華民國 叫什麼都一樣 我們台灣人要有一個東西 其實就講說 你真的不能欠 就是不能欠別人的東西 就是不能欠別人的東西 啊這個是 我媽在講到那個基隆 基隆的事情 啊時間有限 就到這裡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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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剛剛在自我介紹 一個解套專家 來 來 我們請 來 呃 是 呃 我還要自我介紹嗎 不用 不用 其實我想要先 對不起 這個有點 聲音比較差 好 其實我想要先回應一下 這樣子好了 因為我其實 其實我覺得現在很多人 對於說 一個地區 它容量的人 的觀念 好像 不是很多 因為很多人 我們常常有一句話講 人潮的潛潮 也就是說 我這個地方如果人來 越多越好 我才有辦法賺錢 可是他們從來沒有想到說 我這個地方 它有容量的限制 就跟你的百貨公司一樣 它不是都 你看 大家如果去逛百貨公司 門口外面不是有一個說 說那個 要限制說 多少人進去嗎 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 地區 不管是基隆也好 什麼地方也好 都是一樣的說 不可能 它一個地區 不可能容量 那麼多人 進去 然後出來 這樣 這樣給那個地方 帶來什麼 只是負擔 那你做的錢有什麼用 帶來髒亂 帶來你的篩子的困擾 那所以我想說 我們希望說 能夠想治好啊 這一些 我們希望說 大家能夠說 一些 一些說比較 新的想法 能夠多一點的 有這種現象 說 我們也要 不能說只能老命 想說人多就好 這樣 好 這是想提到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想問治好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覺得說 你希望說 西爾西拉馬頭 能夠 假設 如果能夠真的 保留下來 你們希望說 它能夠 恢復到多少 原來的樣子 那 因為現在只能 問三個問題 我就先問你這個問題 大家好 謝謝 好 來我們第二位 朋友 在 文中哥 來 文中 我今天 介紹一下 我今天剛好 是從那個 泉州搭船到 進來再回來 其實 其實這個基隆港 我覺得 我們今天在面對這個問題 還是在做一個 被國民黨 包括榮民黨 但在有企劃的 做一些所謂的 租金式的抗爭 是有問題的 我們要回到一個 很基礎的一個 比如說基隆這個地方 它都可以讓開戲 它在歷史上 是一個亞洲很重要的一個 它不是一個文化的 記憶的建築片 它是一個國戰場 而且它是一個 亞洲第一個 從倫敦到橫濱的一個 轉運行 在1940年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第一次有 松山機場 航空指揮的時候 從福岡一直到 然後倫敦到基隆 然後到橫濱 所以基本上基隆 甚至中華戰爭的時候 就是等於是 在華國以前也是在佔領的 甚至西班牙 就所有的都是在這個地方 古戰場 那這個河南也是一樣 所以說這個地方 它為什麼後來 變成很重要 被歐洲人知道是 當時美國在做 太平洋戰爭的所有的計畫的時候 它已經看出了基隆這個地方 所以當時在夜戰寒戰的時候 這個地方美國一定要拿下來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 我們比較想說 甚至到現在 美國還是把這個港 甚至跟另外一個在所謂的 宜蘭的一個羅東的一個軍用機場 二次炸彈的軍用機場還保留著 這個就是為什麼寫稅票開 為什麼它現在這個駐外大會會在內湖 其實它有在考慮這個問題 那現在我們要回到一個比較有趣的就是說 我覺得現在要把這些東西整理出來 不要讓它變成說 我只有一個少數族群而已 而是它是在國際的很重要的 尤其實證戰術它從1920年的時候 它已經開始建口到35年蓋好以後 然後就是為了實證40年的時候通行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而且其實這幾個港口在十幾年前的時候 當時我跟張田婉他們 當時我在華山的時候 全台灣的所有的鐵道的倉庫的時候 就已經給它找出來了 但因為這個地方對我來講 意義非常重大 我爸爸1924年的時候 就是從這邊到橫濱的 去讀書 12歲到日本讀書的 228之前的時候 從東北回到台灣也是這個港 不只是外省人 他們就是他們這邊中國外 台灣人也很多人 在那個時候也是像 包括市民也是一樣 所以我是覺得它是一個 台灣未來就像在歐洲 義大利的熱納亞 當時在二戰的時候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包括西西里島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說它在一個族群裡面的思考 我不要去考慮這些東西 結果回到一個 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 你們上Google 尤其是看美國的一些資訊 就日本的資訊 把它整理起來 你一定會把這個港變成一個 就是說它不只是一個 他們所說的一個建築而已 其實它的建築也很好 剛剛你在畫的時候 是因為本身你可能對建築這方面 你不大了解 其實它裡面很多工法 這個工法在橫濱 橫濱最近有一個新的一個建築 就是一個港口的建築 它的工法其實是 它橫改過去的時候 它幾乎是中間沒有資料的 它是完全調工的做法 所以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 尤其它是清水暖模 這是我們在那個年代 幾乎是所有的 已經是工業主義開始的時候 之前是用專塊 到它裡面開始有暖模的東西 這是一個在可以跟世界接軌的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說我是建議說有機會你可以 其實我們整理有很多的建築回來的專家 我覺得你要去利用這些資源 去做一些整體資料 把它變成一個 它不只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文化事件而已 我覺得這是我提出來的建議 謝謝文宗哥 那這樣讓我們想到 在基隆山上那個寫Kilong 可能是給美國人看的啦 然後我們再來還有那位 謝謝 我們這邊是代表南港城在工廠 因為我覺得 剛剛聽你講 我覺得你說了非常好 就提到一個關於基隆的羞恥感 那南港這邊其實跟基隆有點相似 就是南港人他們其實也是有這種羞恥感 因為南港以前最著名地方是個黑箱 那那邊都是工廠 所以你可以想像後來他們覺得說 他們可以擺脫黑箱的惡名 所以就想要把以前舊的東西 就急著都把它拆掉 所以目前為止就是能拆的幾乎都拆光了 所以為什麼就是把瓶蓋工廠保留下 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那邊幾乎就是以前 有文化有價值的東西幾乎都不剩下了 那我們就是努力了一段時間 我們算是比你之前要更早去做這些運動 然後就陸續努力有一點的成果 那我是想說要可能會想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說你說現在就是這個倉庫 他們還沒有具有保護 就是把定商的保護 就是說你們有去 當他們有來再重新會看 然後他如果重新會看後 他就會進入戰定武器的保護程序 你要特別可能也許發個公文去請文化局 確認他現在已經進入了戰定武器程序 還有發給所有其他相關的 就是讓他們確認 目前他們都不可以動作 就是 就是目前我可以想到的 好 謝謝 謝謝 然後之後 好 因為剛剛其實只有給我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成功了 跑下來C2C3 那我們對C2C3的外觀 我們希望怎麼樣 不只是外觀 而是說你能夠說 把他的整個粒子區域能夠回覆到多少 那有一個影響的狀態是我要回覆的嗎 128 因為其實有一些元素 他要回覆回來的機會 很困難 又很困難 就像我提到這一塊 如果說你 因為你現在基隆已經是在 蓋所謂的半地下化的車站 如果說他沒有由任何的腹地回去 那 基本上你就軌道只能流流的看好看 放好看 可是說實在 這個鄰港鐵道 他的重要地位 他還有一個重要性 就是說他可以運送一些所謂的 戰略物資 還有別忘記 還有很多 台階的火車 全部都從那個上 不要說只是說一個普悠馬 或者是燕燕 對 很多很多 所以其實 因為這個軌道 是跟西岸碼頭 它是有非常連結的關係的 那如果說以後能夠說保留下來的話 其實希望說能夠把 如果說你把西岸這個倉庫 如果當作是一個骨頭的話 那軌道就是他的血管 他的動脈 你能夠希望說能夠把他留下 那當然如果說我能夠說 我這可以做 我這可以 坐到馬頭群去做最好的 坐到台北 從台北啊 坐到基隆啊 坐到馬頭群那是最好的 但是現在就是這一塊 就是最麻煩的地方了 那你就說可能 就努力看看吧 其實我 其實我 其實我對基隆是 我自己的 心中一個 一個整個藍圖計畫 我計畫這樣 就把現在基隆活在哪裡 拆掉 拆爛 然後把原本的基隆活在那裡蓋回來了 所以我跟妳講說 我其實並不是一個純保流派 我不是一個看到拆 我就會開始移動的人 沒有 如果有些拆我會幫他拆 所以拆到拆不夠快 都跟著小姐 來合作一下 可以合作 沒問題啊 我大概要拆有幾個重要建物 沒有說基隆火車站 一定要拆掉 那個醜不辣雞的東西 那個垃圾在拆爛 然後呢 基隆的油局 一定要拆爛 油局要重新蓋 蓋回來 然後基隆幾座 有幾座橋也要拆掉 然後台灣銀行 那個也是 反正就是有幾棟 我心裡有一個很完整的藍圖 就是要拆幾個東西把它蓋回來了 然後 像是鐵路的話 我甚至覺得 基隆市都應該有一個鐵路灌狂 在基隆各地這樣 因為其實我覺得 那個 坐那個藍車很無聊 應該坐火車 很小型的 你現在為什麼不用 做那個輕軌 不要輕軌 不要輕軌 不用太輕軌 沒有我跟你講 其他地方有輕軌 就台中那邊蓋輕軌 台中那邊蓋輕軌 都要搭輕軌 就台中搭就好啦 如果你在 都市裡面有一個 street car可以搭 全台灣只有一個 那個剛剛接了 你要不要去 你要不要搭看看 當然要啊 這是我傳出 我是一個小生意的家庭出來的人 我是 我從 滿腦都在想的錢 我只是在想 我要怎樣 怎樣 再透過我們 保持 優雅的美感 之餘 我們還可以 不斷地 讓所有的人的生活 變得更好 因為只有這兩者 不從土的時候 我才能夠讓所有庸俗的人加入我 而當庸俗的人加入你的時候 你就成功了 像柯文哲 你怎麼可以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好 我們再次謝謝志豪 好 謝謝 謝謝